收看的是三立財經台 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台股新攻略 待你掌握全世界 大家好 我是王志玉 我是居尼泰 好 這個尼泰哥我們來看到 今天是禮拜一 真是好的開始 我們來看到今天 感覺這個台股大漲 大家信心是不是有點回籠了 那麼今天的台北股市怎麼看 很好啊 我上個禮拜就跟大家講 美國股市在公布完財報之後的話 就會有一波行情 這是它的慣性 反正投資朋友你今天 因為今天量不是很多啦 這個我們都很知道 投資朋友你上個禮拜砍掉之後 或者亂殺之後 你今天大概也沒有多大勇氣買回來 尤其是賠錢砍掉的 通常都是如此 這是人性 所以有時候這個盤 你應該就在 在修理這個所謂的投資人 有時候就是這樣 那美國股市也是一樣 除非你了解什麼叫美國股市 然後慢慢讓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所謂的美國股市道瓊好了 我有跟大家講過 道瓊工業指數的 國際股市的兩個重要時間點 你把這個指數再縮小一點 然後它兩個重要時間點 一個是在五月份 一個在 九月底 一個在四月底 一個在四月底五月初 一個在九月 所以你看到那個 道瓊上次那個拉到15 15340這個在彈上來 他真的新高是在五月份 那一塊是創新高的 對 他就在五月份轉折成功 他這個下來要做一個右肩 有沒有 在15340下來 應該要做一個右肩 那就是空頭了 結果 供上去的話就是 隱隱約一個N字型上去的 這就是技術面 那現在來到這裡呢 實際上道瓊這一次沒有過年 過年我們過年那段時間跌得深喔 這一次並沒有像上次那麼跌的深喔 上次跌超過5% 現在大概在5%上下喔 好 這個地方也要必須做一個右邊 像那次右邊一樣 那這個右邊的推論點 就是我跟大家講 在九月底 十月初的時候 所以你還有兩個月 那你說一定是 是會做一個右邊下來 說不定像五月份 再又上去了 又做一個N型再上去了 所以你不用去預設立場 但這個位置 不會是空頭 然後呢 因為它五月份啊 已經攻上來創新高 表示說今年的這個 這個以美股來講 又回到多頭的一個 一個正向軌道 所以呢 時間不對的話 它還是要做一個右肩 那通常會拉回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公佈財報 公佈財報 公佈財報 投資朋友你就要知道 公佈財報你現在看到美國 現在應該是最後階段 接近90%以上都公佈了 只剩下最後一點 一些小股票還沒公佈 那公佈的過程當中 投資朋友我們現在來 假設一個狀況 比如說 我們現在 這次財報公佈很差的 像這個 亞馬遜 亞馬遜公佈的很不好 那外資要砍 要把亞馬遜的財報 看了之後不好的話 他要把它賣掉 但是蘋果又不錯 FB也不錯 像這一類的都大股票 都公佈的不錯 你要賣 亞馬遜要轉到蘋果 會把蘋果的股價也稍微拉回 這是一定的 因為 投資朋友你自己想啊 如果是你都要 你要砍股票是用到的 你要買股票是慢慢買的 國際股市現在就是這個狀況 所以他公佈財報的時候 只是會拉回 公佈完之後下一個主流就出來了 他就開始買了 開始買了 這個過程大家要了解 投資朋友就想說 我們講說空頭跌得快的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 在空頭的一個架構一出來 市場上一孔話 他是用到的 可是要買 就要讓我開場買問投資朋友 這指數今天可能漲個百點左右了 對 那你今天沒買 你一定過兩天就想說 等到拉回來慢慢再買 你的心態是這樣子 國際市場上也是這樣 所以你要把這個心態融合下來說 你今天不敢買 因為 第一棒要買的一定是我們現在底下有大戶在買的 所以我們來到7月3號說那個 今年的7月3號說那個金管會主委說啦 他說 本來是非常樂觀變成省慎樂觀 是 那你們大家都看到內容 忘了他底下講了一句話說 還有三分之一的大戶 沒有回來 對 那你大戶回來給你追9500 我看就算了啦 你不能拉回給他接的話 怎麼可能呢 剛好拉回了嘛 對 他就願意進來了 這是一定的 誰也不願意追高 大戶也沒有那個勇氣追高 但是 現在這個行情走到這裡的話 今天到 這一個禮拜 因為今天是這禮拜開始的第一天 對 這個禮拜就會告訴你什麼樣的主流 以目前美國股市的內容來看 這一個波段來看的話 這次美國機報公佈 居然有很多股票還是創新高的 譬如說英特爾 創新高拉回 現在公佈創新高 Skywork 創新高拉回 英特爾 那個 那個跳上去是公佈財號 他有沒有拉回 有拉回一點點 那Skywork呢像這一類的創新高拉回 有沒有創新高拉回 很多 像是豪威亞等的一堆 很多都是這樣創新高拉回 FB也是一樣 創新高拉回 這都是好股票 Tesla TESLA 有沒有Tesla 公佈財報之後 一路上來 上個禮拜有看是不是一路上來 一路上來 是創新高喔 所以 投資朋友 下個標的就會籠到在這一塊 因為今天大家都談 生技股 點燃生液談 全部都談 沒啥了不起 這個禮拜就剛跟大家講 確定組合 如果談到物聯網 不要忘了有IC設計 也不用一個 一種股票叫做雲端 來看6230的 我們說這個操縱 是標準的雲端的散熱的 你沒有用它都不行了 你看它 前幾天台股跌500點 過去來稍微放大一點 它有沒有拉回 沒有拉回 它有拉回啊 但是今天一根 就供上去了 你看 這是不是 那未來它會不會很強 當然會啊 強者很強就落在這個身上啊 因為它拉回過程當時在整理的 這段是有跟大家講的 很多好的股票會出現這樣 4999的 像星河這種的 你看一下 有沒有 它今天差一點就要創新高了 差一點就要創新高了 你說 在這段過程當中 台北股再拉回到 還是沒有什麼回到 崩潔就創新高了 像這種的 還有一些 一些挫殺的好股票 這我們待會再跟大家講 很多好的股票 這時候會慢慢 出來了 那投資朋友 我們要跟你講兩件事 第一個 你套腦的股票 你要做 要不要做轉換 它在談啊 你要不要做轉換 第二個呢 下個階段什麼樣的標馬股 會讓你 一下子讓你賺很多 因為我說實在 以時間都破論掉 未來這兩個月很重要 如果業內大幅進來的話 會炒得又快又急 很多股票標得很兇 那就看你的態度怎麼樣 你是要做換股 準備到下一個 還是你那個 反彈到那邊 彈不多 一直在那邊整理啊 一直彈不上去的話 那你會浪費這兩個月的好光景 未來兩個月很重要 這兩個月包含未來的這個 N 是N還是麥當勞 是不是 N的話就有機會上去 我們就一關過一關 待會我們講到我們國際股市這一塊的 再跟大家好好講一下 是好 來我們剛剛看到這鼎泰哥 大致上講了一下 目前台股的一個景象 不過我們來看到 今天台股最後收 收漲86點 最後收在9172 今天的量能呢是828億元 好 那我們要休息一下咯 那麼台股新攻略 我們稍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華信投顧 精准掌握台股趨勢 邦尼確實下好每一步棋 長期布局 投資戰略 邦尼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盤勢策略選股 華信帶您引爆投資最佳契機 專業 誠信 負責 致付專線0223923988 好漂亮的乳牙哦 梅竹牙耶 我們都用德恩耐 兒童牙膏 現在嘛 德恩耐清淨涼牙膏 擦伏牙膏 兒童牙膏 就是明暖油 是乳牙收集盒 更有四種造型 趕快來收集哦 德恩耐牙膏 兒童牙膏 沒注意啊 老同學 你是不是為了家庭事業付出了一輩子 到了稍微可以喘一口氣的時候 身體的不舒服卻悄悄地找上門 這就是養生專家關心的雅健康現象 天天喝喜多納照顧好自己才能享受黃金歲月 別讓健康比你還早退休 喜多納 懂身體 顧整體 Hit Donut 大導演盧貝松 台北趨勁拍攝 大腦潛能全面進化 放下手 那是神奇 暑假壓軸巨線 她腦肌的能量超過一分鐘 她的能量達到100% 我沒想到 露西8月20IMAX版同步上映 When I'm on the road Got a heavy load Sometimes I wonder if I'm all alone But I always know I can let it go Because in your eyes I find my way home You gave it all gave it all When I need it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繼續要請教鼎泰哥了 那麼鼎泰哥剛剛大致上談了一下目前台股的狀況 那接下來怎麼看呢 好我們來看看國際股市 注意喔 國際股市正如我跟大家講的 我們都跟統計資料跟大家講 而且這個 我早就說過了 我在兩個月前就跟大家講 七月份到八月份這一段時間的美國股市會拉回 那當然我們是也跟著稍微拉回了 照理說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談的是中概股 我說七月份八月份大漲中概股 你自己去看中概股有沒有一再走強 這個沒有辦法騙人的 我講的都對 那麼我是沒有想像我們台北股市 我本來認為說 跟中國股市比較聯動的話 抗跌一點 結果我們也沒有抗跌多少 當然也沒有跌多少 九千五來到回檔到九千點附近 也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股市不會有天天漲的啦 一定會有所謂的震盪拉回 多頭的趨勢要在 那談的就是時間點 好美國股市上個禮拜 你還記得上個禮拜五嗎 大家上禮拜五 我們在盤中說美國時候去攻打 那個空襲那個伊拉克有沒有 那台那個那時候 我們在在找 上個禮拜五找盤的時候 你看電視上就跟你講說 那個那個道琼盤後 已經跌了七八十點有沒有 電子盤有沒有 結果台北股市殺了一波下來 對不對 那當時我就跟大家講說 你不要以為那個不是利空 我還跟大家買在利空 像這種盤容易大漲 結果我還跟大家講 正規盤才是重點 正規盤道琼是不是漲了 1.1 1.1是多少 一百八十幾點 對不對 慢慢回來啦 都不用不用在會 然後呢 俄羅斯跟 跟這個烏克蘭有沒有 他又講說 他軍事演習完畢 要慢慢的收兵回去了 你當初認為他要侵略 他跟你講我只是在演習而已 你看 一關一關的慢慢的 好 那麼呢 納斯達克反彈了生計指數 所以沒有意外的話 基亞這一兩天 會打開了 打開如果你有關 生計股的疑問的話 我歡迎你跟我們做聯絡 我會把你生計股 把你解得非常漂亮 生計股要會解啊 我在電視上跟大家講過 我這麼多年我做生計股 幾乎沒有失誤過 210塊當時跟你叫你買基亞 我在電視上講過 我477塊那一天 早上8點向前衝 叫你那一天開板就賣 果然在470塊以上 我有那時候到現在 沒有做過生計股 沒做過生計股 所以你有生計股 一定這個要找我 不是一整年說生計股 有10年的好夢啊 什麼這些 就是會看生計股不盡然 股票不是這樣 你稍想股票怎麼會這樣 一個產業的變化 每個時間都會變化 怎麼可能一個東西 會讓你漲10年呢 你要怎麼投資 這樣你還不如去做台積電 好那個風險還比較低一點 至少穩定獲利 你要投資十年的東西 投資人你自己想一下 一定是那個穩定性最高的 而不是暴漲暴跌的 懂我意思吧 來你看背半也上來了 背半裡面有一個盧賓肯重挫 待會我們跟大家講 盧賓肯重挫 但是背半裡面NVIDIA大漲 好內容變化不大 日元又在102以上 歐元有點回 有點深 有點深上來了 歐元的深的話 比較這個太陽能 就比較容易止跌了 因為他跟歐這個報價有關係 我們來看中國大陸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你看恐慌指數上個禮拜 又見到15了 都見到15了 那就是美國公安指數外利率 稍微壓回 資金有一點跑到這邊來 有一點點 還不是很明顯 那恐慌指數在15 那這些內容的變化到時候 來投資朋友 來啊 就是我們跟妳講 道瓊這個右邊 這個右邊 如果上來會不會拉回 變成一個麥當勞的話呢 這一些內容會告訴你 投資朋友 你要觀察這些 因為資金就會找他避險的方法 譬如說 日元絕對不能升值 這樣懂沒有 因為他影響亞洲市場上資金的流竄 日元不可以升值喔 記得喔 那麼美元升值 貶值都無所謂 升值的話 他就應該要貶值 那日元升值 現在是在102到103天 還不算變化很大 這些東西你要注意一下 中國股市要看他的格差 有沒有變化很大 沒有格差就沒有資金上的問題 中國股市今天穿個版 又1%多了 又要看到1,400點的高點了 這些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所以 大中華區的話 因為 富港富直通車 對不對 後續觀察很重要 如果中國大會再漲個兩個月 就是我跟大家講 美國那個右邊行程 那中國大會漲了兩個月之後 會不會拉回 會拉回之後 美國能不能接棒演出 那這些內容就會變化了 這樣懂沒有 如果美國股市在反彈上 右邊行程的時候 中國大陸也是漲了一大段結束的時候 大概市場上大家就要小心了 到時候我會跟大家講 我們不用去預設立場 我們一觀一觀的做 但是觀念要很清楚 我們來看看美國股市 美國股市的個股的內容 個股內容有幾個大家要留意的 譬如說我最近跟大家提到的 這個像美國股市的蘋果 事實上很像整理了 不過蘋果概念股 像這個是我們最近比較喜歡做的 我們稍微照近一點好了 像這個就比較喜歡做 這個 有來來回回做 手挺利點 這我們做了好幾回 已經賺了大概六成有了 其他的變化不大 因為這個 但是 藍寶石基本的乳冰肯 這是因為這個良率的問題 所以 這個好像蘋果不太愛採用這一塊 所以他 當天就跌了21%了 要隨時留意一下 也就是說 你剛剛月風照也沒什麼跌 你卻反彈要站在賣方 這樣的說法 大家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因為美國股市全世界這一塊在大跌 其實月風照遠月風有沒有 沒有大跌 他利用反彈 你應該學會站在賣方 特斯拉上個禮拜五 跌1.6 老師你為什麼要把它跌黑棒 有沒有 黑點呢 因為他很強 特斯拉從低檔 談上來漲了45%了 如果冒連之前195座比較的話 他應該在166 我會談45% 如果位階來級比較 他應該180 股價看的是未來 你說特斯拉這個 營收很好錯 他第二季才賺一毛而已 第二季的一毛而已 一美分而已 一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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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一季還是虧損的 第二季賺1.1 可是為什麼股價拼命漲呢 因為高盛說 明年可以賺兩塊半 兩塊半 一美分變兩塊半 股價看的是未來 細細體會 我跟大家講的 好股票就是這樣 慢慢的形成 其他變化不大 中國股市也蠻強的 中國股市 我們要看一下有沒有 比較特殊的內容 因為最近中國股市 還蠻強的嘛 那麼中國股市的內容 因為這個 這個時間上的關係的話 因為中國股市還在漲 所以要比較細一點 這個我們跟大家 先賣一個關子 明天我們再把中國股市 做一個整理 我們還是要跟大家講喔 像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這一句話 有沒有 我有利用利空的買點 是不是上個禮拜利空 你看 投資朋友 如果你是這樣做股票 你沒有很好的一個觀念的話 你今天會翻多了 或者還在懷疑 你會變成操作上是忽多忽空 等一下就說 老師什麼都要砍啊 對不對 亂做 你是應該有買有賣 這個是OK的 可是賣股票跟放空看空 又是兩回事 投資朋友你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這些東西我都有跟大家講過 我早幾個月 就跟大家講 七八月份美國股市會拉回 那我們拉回跟它是一樣的 幅度差不多 那一樣我們要把觀念再繞下來 你如果走到這裡的話 你今天漲上來就又翻多 明天跌下又翻空的話 你這樣子絕對賺不到錢 你股票市場上 絕對不是忽多忽空的 所以你的心要很平常心 我的解盤 算是市場上有名的啦 所以我不會跟你亂講 上個禮拜 你看最奧妙是還弄一個 這個空襲伊拉克的這個 你看 結果它變成最好的買點了 大家留意一下 那這樣子就會告訴你說 如果你願意好好的掌握 這一個要訣 包括我們的操表軟體跟你講的工具 這種操作模式 賣掉準備拉回再做多的話 你會在接下來的過程當中 你會操作非常愉快 我再強調也是 今天唯一的缺點是 量好像沒有想像的大 但是你回去看美國股市 它彈上來的過程 也沒有量 這是全世界這幾年來 重要的現象 一個大幅拉回出量 結果彈上來沒有什麼量 結果又跟你過高點 這個就這幾年來 這個最重要的現象 所以不要老是把那個量 灌在嘴巴說 沒有量所以不漲 這個話已經兩年都這樣子了 所以不要繞在空間 因為全世界沒有量創新高 是全世界現階段 重要的一個觀念 關於這個指數部分 要不要按這個資訊 好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這個期貨收盤之後 一個最新的一個表現 台子期今天是收漲五十一點 最後收在九千一百四十一點 逆價差三十一點 另外要帶您看到 是電子期的部分 最後是小漲兩點 收在三百五十八點 逆價差是零點六點 再來我們看金融期的部分 上漲了十二點 那麼目前收在一千零七十六點 那麼逆價差是八點 那麼最後我們帶您看 摩台期的部分 小漲一點 最後收在三百二十九點 剛剛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大師解盤喔 真的是非常精準 那接下來如果說 這個解盤看準了 但是個股怎麼挑選 會不會也是一個難題 好我們剛才跟大家講過說 第一個 強者很強 比如說我們之前 我們第一個觀念 跟大家講說 你要利用利空 買股票 買股票喔 那如果你戶多戶空 有些好股票 你會錯失掉 我在講這一檔股票 是在這裡 你看是八十幾塊的位置 對 這個七月二十六號 那我們操盤工具 是什麼時候 正式翻多 你看這個時間也是 這是超重 七月二十一號 的九點二十三分喔 所以這個是有幾點幾分的喔 這沒有幾秒而已啦 幾點幾分 所以這個東西 說明白 它沒有辦法作弊的 因為這裡有幾點幾分 那我們的投資人 都使用這個軟體的話 我也不敢跟你講說 不敢跟他講說 這裡是不知道 什麼時候跑出來的 這裡有幾月幾號 幾點幾分喔 那當初的位置 我們再看這是七月二十一號 你看這是不是七月二十一號 對 有沒有看這裡七月二十一號 有沒有看底下這裡 有沒有 七月二十一號 好 它轉強 對 現在我們要操縱到今天 你看這個技術面 這個不是日K線 這不是日K線喔 這個才是日K線 你看一下 這才是日K線喔 這才是日K線 這個 這個才是日K線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才是日K線 嗯 這個不是日K線啊 比如說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買點之後 它沒有賣點 嗯哼 即使震盪的架構 沒有賣點 所以我說過 這個每一根K 每一根這個線啊 都是我們用五種指標 把它寫成程式的 這樣投資票你通沒有 它是趨勢 所以趨勢沒有改變 你看 這裡還這樣子晃有沒有 這裡還在這邊晃 它居然是沒有變化 果然今天再創新高 這就是我跟大家講 好的操盤工具的話 它帶給你就是 很穩定性很高的 嗯 你看到這一個東西的話 你會瘋掉 來照到這邊來 你單單在這邊 你就瘋掉了 是不是 這裡瘋掉了 因為有的長大 又是K棒 又上影線下影線 結果你看很平穩的上來 今天果然再度漲平板 創新高 這個位置是84塊左右 這個位置是109 你還在忽多忽空嗎 你還在忽多忽空嗎 84塊到109了 是二十幾塊了 兩成塊要三成了 所以第一個選股觀念 就是剛才資宜也提到了 我們要選什麼 它在這邊整理的時候 有沒有 台北股市拉回500點 在這邊整理 結果呢 在這邊整理喔 有沒有在這邊整理 有沒有結果又創新高 你看今天才談了第一天而已 它就創新高了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的位置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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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在這裡 然後呢 上個禮拜我還跟你講說 機會又來了 有沒有 機會又來了 有沒有 不要被它迷惑住 這個今天你再度享受它 再來一根掌停板 而且 創新高 有沒有 這個觀念很重要 股票商商 那這個是做什麼 它是做散熱的 那題材很多 散熱題材也包含雲端 那下一檔雲端 我覺得這個是 低價的雲端 你倒是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它打底完成 我們說台北股市震盪最大 是過去這幾天 如果你這邊 這個點跟這個點 當然比不上 操縱是在這個位置 打底創新高的 那它不是 但是這幾天裡面 最後階段 它反而沒什麼跌 今天一根掌停板 回過它的營收 真的非常好 這是低價位的 那剛剛我們之前 跟大家提到這個印華 當時跟大家講 Apple概念股 我們大概在50塊 跟大家建議的 在電視上講是第二根 第一根 是我們客戶這邊 開始作價的 蘋果概念 你看這是50塊 最高來到這個 這個 後來除全 除全錢是71塊 這還原全值的圖 賣掉一次拉回 我跟你講再來一次 再買回 然後呢 這個再漲一次 76塊再漲一次 你自己想想看喔 就不 就算不管這個除全好了 它有買有賣 再買再來 然後這裡 這兩今天再買回 我這樣講 有沒有聽到 因為你的操作是這樣子 有買有賣 所以跌那個500點 就不關你的事了這樣 對不對 是不是 你賣股票不是看空喔 有沒有懂我意思 我不是叫你看空 我說你來到這裡賣一趟 拉回再買一次啊 對不對 再買一次啊 你這樣這樣的過程當中 就跟它跌500點沒有關係了 這樣 對不對 這是操作的方法 看多立場不變 操作是這樣子這樣子 操作是有買有賣這樣 有沒有 今天再來 當然 停損點 停利點你要把它守好 喔 好 那麼 這個也是之前很熱門的 結果現在公佈財報局長很好 這一次在遊戲這一塊叫做送分題 因為六七月份那時候大家都在考慮 學生兩大族群啊 國中升高中 高中升大學都在這一段時間正在考試 所以 在七月份 六月份 七月份這一塊是 事實上遊戲這一塊的營收都不好 但是來到八月份這就不一樣了 七月份營收就來了 大家考完了 所以一段一段的來 這裡有沒有機會 大家是可以留意一下的 好 這是主要 我們之前一直非常看好這一檔 結果他真的是讓我們很 這個 很難過 不過我們最後一段買在這裡 今天就上來了 就是說 打個瓶沒有什麼輸贏 因為這一段我們做過 但是我跟大家講說 升科這種的 如果以國際股材來講 這種股票都飆翻天了 那物聯網 結果呢 原來啊 他的玄機在這邊 七月份營收公佈 居然寫下歷史高點 你看看 是不是很多股票都挫殺了 這個有時候 我那時候就跟大家講 潛跌型的市場的盲點 就是這樣 有時候你就會有挫殺的概念 像這支啊 這個夠悶了吧 過去這裡根本都沒有動啊 這是新高 這是歷史高點附近 這都沒有動 可是呢 你以為他跌得很深嗎 不好意思 今天一根紅棒 快要創新高了 這有一點像我跟大家講的操縱 一根紅棒就快要創新高了 可見這個基本面啊 第一季賺0.9 第二季賺多少 1.8 是不是成一倍 這個基本面很好 然後這個 燃料電池我也非常看好了 燃料電池我大概就鎖定這兩檔 就是 這個康書 康書也是在 事實上我們這段時間在這邊 因為他有儲權 所以差不多的價位是成本區 大概小賺 附近打賺而已 因為之前這漲了一段 拉回你就可以做 那這個就這個股票 真的讓我匪夷所思啊 上個禮拜還跌破 上個禮拜 但是我有沒有退卻 我沒有退卻 我跟你講說這是挫殺的 當然今天這一根漲停板 我們還是在成本下 是不錯 各位朋友 過去這幾天啊 你那股價砍得亂七八糟的 我們是這段股價是 最後上個禮拜五啊 才真的大家被恐慌那個 飛翼空襲的事件有沒有 真的把他殺下來 不然他我們就在這附近做多了 他都一直沒有動 你看我正想得意說 這個還得了這個 結果上個禮拜最後一刻被殺下來 那今天彈上來了 我跟大家講 雖然這個股票跟大家講 我們還是在成本價而已 沒有賺到 但是如果比照啊 投資朋友你的操作模式的話 很多股票你是砍掉之後 你根本回不來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刻 就是要投資朋友跟大家講說 第一個呢 你有沒有很好的操盤工具 像這個 像這樣的操盤工具 K線很混亂 可是我們的趨勢線卻很穩定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賣點 沒有賣點 賣點在這邊 這裡是84塊 84塊 這也是啊 109塊 你看很穩定 而且有文字敘述 有沒有 這個就是我們的操盤工具 有沒有 你用的是看盤工具的話 我看那就不用了啦 因為他自己去拆了半天 又K線 去研究K線 K線啊齁 技術面往往都是落後的啦 觀念最重要 你看這個股票 所以我說 你可以抽空來看看我們的操盤工具 為什麼這麼穩定 這邊 一路漲到這邊 你看這個 在操作上齁 客戶的 心裡就不會七上八下 你這樣子做股票 你也不會七上八下 這一點我要跟大家講 一樣是 掌握利空的一個買點齁 投資朋友 注意喔 掌握利空的買點齁 我們今天台北股市正式飆上來 攜手邀請你 一起來跟我們享受下一檔標馬股 請跟上來 好這個是我們的這個頂泰哥喔 那麼跟大家分享的他的看盤 還有這個看盤的工具 大家不要錯過喔 所以今天的台北新攻略 我們大家明天見 專注讓華信投股投資觀點加倍清晰 我們擁有掌握重要的